欢迎收看2012年6月29号的总编辑时间 我是史哲薇 今天这一集有许多的议题 首先我们来要看的是美牛镇所税 油电双掌 这些问题都已经还不够了 因为行政院的前秘书长林一世 爆发了所惠怡云 还有就是亲府会的主委陈以珍 还剩半年的任期 他说他自己是满腔热血 是不是要替选举做准备 以及新任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愿意在没有预设前提之下访问大陆 而在此同时蔡英文开始下降 持续地维持人气 替未来铺路 还有现在我们还要看到的是 在现场就这些议题 进行分析点评的来宾 是我们时报周刊的社长夏珍 夏组长您好 哲兄好 各位观众好 在进行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新闻 就是前秘书长林一世 他被厂商是爆料所会 然后这个事件延烧了两天之后 林一世在昨天晚上 向行政院的院长陈冲口头请辞 而今天早上是递出了书面的辞呈 陈冲也火速地批准 而重见落马的林一世 也成为马英九520连任之后 第三位下台的政务官 幕僚长林一世陷入涉探风暴 眼看一把火快烧到辅院高层 陈冲主动停下脚步 射停损 昨天深夜的时候 已经跟我提出口头的请辞 今天早上也这个 他提出了补充了书面的赤诚 所以正常认同意了吗 我想我尊重他的选择 那我也接受他的赤诚 虽然语气平和 但态度已经改变 27号事情刚爆发 陈冲当时还力挺自己人 痛批子虚乌有 但总统府表态 清廉没有灰色地带 总统都划下红线 陈冲也感受到长官态度 28号在院会上请林一世离席查证据 接着在林一世第二度记者会后 接受幕僚长口头请辞 29号马上批准 他是强调他的清白 绝对没有收费 但他自我期许很高 所以他不愿意造成行政团队 任何的困扰 另外一方面 这个的确他也需要时间 来处理一些这种 资料的查证收集 一手提拔的林一世涉贪 马总统表面上尊重政运决定 但总统府的态度才是关键 甚至还传出事件爆发第一天 府方已记要林一世 自己解决 毕竟清廉是马政府 仅存的唯一王牌 不管是防火墙还是切割 林一世似乎早已注定在政治炮火中阵亡 好 我们首先要请教这个社长 就是能不能简单扼要的告诉我们一下 林一世这个所会遗云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他这个林一世因为是高雄县的立法委员 他的选区是在那里 所以还有一个 他的家族背景 他的父亲是林先保省议员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政治家族 世家出来的人 换言之他习惯性的就是地方基层出身的选举人物 大概家里头跟各方人马都会很熟的 这是必然的 另外一个 中刚是在南台湾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公司 等于是产业重镇 周边的好多子公司中公司小公司 都是等于靠中刚养的 这个厂商地勇 就是基本上是由中刚 要中刚公料给他们的 那这个地勇公司蛮奇特的 就是说他 第一个 这个厂商的声明在业界并不太好的 因为他老是倒废料在 非法倒废料在农地上 几经检举 他又都不听 所以被高雄市环保局勒令停工的 而且甚至环保局行文中刚说 你不要再公料给他了 那他这个厂商呢 就找上了林一世 在爆料者的说法 就是在一周翻爆料的说法 就是这个厂商找上了林一世 希望他来帮忙解决这个事情 在他还是立法委员的时候呢 说法是林一世已经开口 他也给了六千三百万 然后到了林一世 在今年年初大选之后 林一世入阁 当了行政院秘书长之后三月 厂商又找上了林一世 说法是林一世开口 要八千三百万 但是好像厂商没有给 所以随即遭到停料停工 就等于是厂商活不下去了 对 就他就必须要宣布倒闭了 所以就把这个材料给曝露出来了 就大概的情节是这个样子 这里头呢 大概有几个疑点 就是说因为 基本上这个厂商 被高雄市环保局停工 高雄市是律执政 林一世是国民党的 对 就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的秘书长吧 不论你神通多广大 能不能动用你的权力到 高雄市环保局 这一点我是有点存疑了 所以刚才事件爆发出来之后 我还开玩笑 我跟同仁讲说 林一世如果有这个本事 能够动员到绿的环保局长 听他的话的话 那我可能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还故意开玩笑这样讲 那不管怎么讲 但是南部生态比较特殊 确实南部生态比较特殊 像中刚 他是蓝绿全有 我印象里很深 当时前立委邱毅 他曾经说过 高雄南台湾的所有立法委员 大概没有不接受 中刚的所谓地方回馈的 中刚就像台电一样 他们有一个 第一笔地方回馈金 都是有配额的 你开口要干嘛 你开口要办什么活动 你反正跟中刚拿就是了 他是说唯一一个立法委员没有 意思就是只有我邱毅没有 其他都有了 所以中刚这个国营事业 所以想想也很惨 我认为了 他因为他的预算 是要经过立法院的 他就必须伺候这些朝野 立法委员们 而且长久以来 从当年的李总统执政 到后来的扁总统执政 我记得这两天 扁政府的前中刚董事长林文渊 还说了 说林毅是林民党这个权利 他可能是有权利伸进去的 我心里那时候还在偷笑说 你讲的是扁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 扁政府的时候 不要讲行政院秘书长 总统府一个公共事务 总统府的纪要事主任马永成 他的手可以伸进到各地方去 马政府我看大概不可能 谁的手敢冒出来一下 可能就要把 被我们总统给断了 裹不起来 林毅是手就被 我们总统就说你自己要去解决掉 当然啦 事情发生到现在 好像有点看不清楚是真的嘛 因为林毅是始终说他没有 对 不过这里头很奇特 就是说如果没有的话 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是 厂商要让栽你的屋 你知道他栽赃这件事情 他是连金额都有 照片 同镜同的照片也有 是 真麻烦是连电话 通年记录电话都还 所以这个厂商基本上 他本身就是等于是 玉石俱焚一样 等于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他对马政府的杀伤力 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批评 马政府 大概大家所有人都说 不管怎么说 马总统是个好人 好人带领的团队之下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坏的人 顶多就是效率差一点了 能力稍差一点了 可是怎么想就不可能想象 说会有贪污 你可能会有零星的小个案 你看到没有政务官的 都是那种底下的 科员层级的人 弄一些小东西 是你们自己的科员 而且大部分这种案子 都还是被政务官首长 主动移送到政风处的 没有政务官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可怕 这个更好还不使人家送 是政务官开口给他要 我的天啊 这不得了 我说这个东西 如果坦白讲 你不能怪马总统要 林前民主长 自己要把这事情处理掉 甚至我看起来也有点 形同给院长一个压力 你必须要果断的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陈院长才会在两天之后 所谓的火速批准辞证 坦白讲 根本第一天就应该做了 照我们总统的性格的话 那不管怎么讲 至少是处理了 我觉得这一部分 至少总统还知道 他最后的这个清廉的这道关卡 这道红线 是不容得踩的 那如果是要照目前这个方式来看的话 您认为 接下来的这个事件发展 大概可能是朝个什么方向的可能性在哪里 我想就个案大 他现在是行政院的秘书长 人选还没有补嘛 今天只是依职务代理人 就是要先顶一下 我认为 坦白讲 我认为对陈宗陈院长 真是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觉得建议他拜托 也不会就是一个行政院秘书长 你就立刻补吧 对 国民党不至于 连一个行政院秘书长都找不到 你还在那边拖 而且可以补一个自己人嘛 没错 我不管你是要等总统给你人 还是你要补自己人 我不管 横竖就那个人 能办事了 是 你不可以弄到一个人 坦白讲 林前秘书长那时候是 很多国民党内的立法人 对他也 相当有意见 对 意见这么大 我心里想说 哎呦 如果早 那个时候 对他意见很多 就不要用他的话 也不会有今天的事 是 第一个 就是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 新的人要赶快上来 对 因为 政府团队里头 有很多事情是要做的 那至于 林前秘书长这个案子呢 已经试涉 特征组已经分案侦办了 是 他是不是涉及政务官谈悟 很抱歉 已经分案调查了 你这个法律 而且林前秘书长也 告了一周刊嘛 是 所以这个是 势必要进入到司法程序了 对 这属于个案去论 而且 也不只是说是 林毅市告一周刊 是不是毁谤他 对 这也亲到特征组 很抱歉 那就真的是查 重大贪图案了 对 不过有的时候讲到这 也真的是让人觉得 有点讽刺 比如说 之前呢 这个财政部长 刘亦如 他下台的时候 那刘亦如就暗指说 很多人呢 尤其的包括行政院中央 在放箭这个 暗伤他 那就暗指的呢 就是林毅市 但是呢 想不到过了没有多久 林毅市自己也下台了 不过说到说 被马英九所提拔的 政治人物 除了林毅市被摆在 这个陈冲的身边 当秘书长之外 还要来看的呢 就是现在的 亲府会的主委 陈以珍了 而这个礼拜呢 我们的这个时报周刊 对这个陈以珍呢 是进行了深度的访问 而我们想要知道的 就是说 这一次的访问里面呢 这个内容 基本上 对陈以珍的描述 相当的正面 是啦 因为这个 可能多少 有点私心嘛 因为陈以珍是 主播出身的人 好歹是算是 我们的同业嘛 不管怎么样 同业有一个好的发展 我们总要寄予祝福 那陈以珍也是比较特殊 刚刚讲到 林毅市是属于 政治家族的 第二代了 对 陈以珍呢 不能讲他是 政治家族 但他勉强 他是属于 NICE集团 算是 富二代吧 如果我们要严格来说 富二代了 那 NICE有他的家族里头 你说他跟政治 没有编吗 也有编的 因为NICE集团 他这个家族 对地方的政治人物 一直是鼎立支持的 是 包括因为他嘉义出身 包括前嘉义现场 陈明文 甚至现任现场 张花冠 都是民进党 他们家族 都曾经是支持过的 对 你要说他是不是 支持民进党 这可能也话讲 比较早 因为至少陈明文 从省议员开始 他是国民党 出身的省议员 对 他等于 就我们这样讲 就本土派了 就基层 就是他们也会培养 有实力的政治人物一样 他们家族 是属于这个样子 那他自己本身 是走他的专业 到新闻传播 这一部分 那很难得 就是说 因为国民党 坦白讲 也是需要有点 新的人 新的人才 心血加入 那陈明的背景 他的条件 个人条件也蛮好的 也蛮甜美可爱的 所以就被征召出来 选立委 我那时候还在笑 他肯吗 尤其那个选区 很难打 对 根本就是绿大于蓝 你根本几乎没有机会 一个年轻妹妹出来 怎么玩 结果光荣落败 对 没有想到他的票差 是很小 把那个陈明文 选立委 前县长 选个立委 跟个小女生 打得吓得 心脏病发 真的快吓坏了 想说完了 如果这个 我如果真的落选 陈明文老脸 不晓得往哪儿败 他差一点点 所以我想这次 马政府是特意 是要栽培他了 他的亲府会 照行政院组织法 到年底 其实就要告一段落 就要并到其他部会去 教育部 劳委会 劳动部 那他自己现在此刻兼 行政院云家南办公室的主任 对 那云家南办公室呢 也被人家批评 虽然被人家批评 是黑官 因为没有云家南办公室 这样的一个单位 这组织架构理念 但是不管怎么 这个还好 就是因为 因为他自己本身 还是亲府会的主委 他等于就是说 那你就多帮我 招呼一下 云家南如果有任何人 有什么意见 要提供给我们 中央政府的话 你要帮我去收集一下 讲白了 这就是刻意 希望他在云家南 培养自己的人脉 建立自己的声望 确实是 而在这个云家南 培养自己的人脉 然后建立自己的声望 那当然 最合逻辑的下一步 就是要进行选举 那外界呢 或许会对他 有一种印象 就是他在选举的时候 表现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您刚刚讲到的 这个嘉义县的 这个立委选举的时候 还有呢 他就在访问中 他这个满腔的热血 要喷出来 他说呢 他这个亲府会的主委 做起来有点像是推销员 就要跟人家做推销 再把这个话 拉回稍早 就是他刚刚上任 亲府会主委 然后被媒体访问 到立法院去接受 质询的时候呢 他就被广泛的质疑 说是个小白兔 那就误闯丛林 所以他这个人 会不会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选举的话 他很OK 但是真的要做事情 要执政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位兄弟 一针见血 因为第一个 他的年纪真的是轻 真的是年纪太轻了 蛮生嫩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自己跑新闻的人 很熟 就是说 我们自己知道 自己同业状况是什么 我们自己跑新闻的人 可能会受限于 我们跑新闻的领域 所以我们的专业 是会有不足的 尤其在主播 当主播的人 他很辛苦 他必须很快地 接收各方资讯 然后严简易改地 传达给观众听 但是这不表示说 他在各方面的专业 都足够 尤其是 主播的工作压力 是很大的 他有没有这个时间充电 培养自己 另外一方面的 行政长才吧 这一部分确实 会比较弱 所以你看他当 庆贵主委 真的到立法院 我自己看来都笑 我说我的天哪 你前天晚上回家 你幕僚总会 帮你准备一下吧 我说主播其他不会 你背答案总该会背对 你怎么会 因为他有几个问题 是牛头不对 马嘴 不知所云 我就说 你这连功课都没有做好 还怎么搞的 那这一部分的安排 我认为当到云嘉南之后 他可能有几个要学 第一个 他必须真心的喜欢地方人 地方士 像现在嘉义市长 黄敏慧 他刚开始要出来选的时候 我当选嘉义市长的时候 我说 行不行 我也看他 因为他是当老师的人 老师教书很行 不表示你能当地方首长 可是黄市长做非常好 他就是真的喜欢地方人 地方士 然后会把 然后还有一个 他很有识人之名 他找到很厉害的人 比方说他把建宗前校长 请回家一次 当他的副市长 多厉害 他能够找到这样的人 来帮忙他 这个就很赞 那我想说 乙真这个同意 辈分虽然轻一点 他人和够 魅力够的话 就是他有群众魅力的话 OK的 但接下来 他可能就要倚重很多人 帮他找足够团队 帮他撑 当然了 他必须要在两年之内 想办法 以前工作很忙的时候 没时间做功课 现在你不想做功课 你非做不可了 这部分他可能 自己要补修学分 好 所以就基本上 就要像这个刘邦一样 就是自己尽管 自签才能不足 但是要用对人 而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 新任的民进党主席 苏贞昌 她接受访问的时候 表示 愿意在没有预设前提的 情况之下 访问大陆 而在此同时 蔡英文开始下乡 然后持续地维持人气 替未来铺路 现在一个民进党 好像有两个党中央 而且呢 旺旺中时最新的民调 对马政府是失望透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